它的牛肉有加入薑絲醃 有鹹味 是肉碎 而不是肉片 走過這麼多市場 它都算不錯 你看 叔叔還玩著雞 準備回家 剛才果然不同 剛才我吃的一塊是近這個位置 摺下來繼續燒鵝 當然 這塊好吃 又不會太肥 醬汁又滴下滴下 上面的皮 又夠脆 這次就點一點酸梅汁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市橋 現在早上差不多10點 我們吃早餐 看看有甚麼吃 我們今天來這個早餐檔 叫佳樂竹粉店 他們最出名就是腸粉 據說是全廣州最薄 據說 究竟是否是呢 試過就知道 看看價錢 最貴 我說最貴 15元排骨粉 最便宜當然是齋粉 至於我們要了這個牛肉粉 牛肉腸粉 12元的 因為還要有很多食物 其實如果不是 我想吃這個 瘦肉拌麵 或者拌粉 拌牛腩拌可 等下還有大把好東西吃 先放著 再來還有粥 粥最貴的 滑雞粥 15元 我們要了一個豬紅湯 10元的雞這麼大把 全部都是腸粉 拉腸 它就不寫那麼多字 只寫個粉 粉 腸牛肉粉 魚片牛肉粉 瘦肉牛肉粉 有這樣的品味 醬香牛腩粉 我們總共是兩碟 總共花了22元 一個是12元 一個是10元 看食 他們這裏又是 潘魚當地街坊市民的最愛 我們今天就會在潘魚裏面 拍攝一集影片 吃完之後應該會 過回去大同市場那邊 等食物 這個就是我們的腸粉 放了來 超薄的 薄到在店裏面那一片 是牛肉的 這個可以 然後 我都夾不起了 原來我快煮功好到那麼膠灌 都要怎樣展現到呢 這次很幸運一點 我先吃 因為我們那句 不敢叫太多東西 只有一碟 而且我知道他們的份量是很大的 所以也不敢叫太多 是有道理的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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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牛肉 有放薑絲去醃 然後有鹹味的 是肉碎來的 不是肉片來的 在這個時候 豬紅湯又送來了 這麼大盒 先攪拌一下 這些沒辦法這麼快喝 這個是韭脊葉來的 不是韭菜 韭脊葉煮豬紅湯 我就繼續欣賞一下腸粉 真是與眾不同 即使在我們越秀麗灣吃到那些 通常我們吃牛肉的腸粉 都是用肉片的 肉碎就已經買少片少了 還有調味 調味更有好味 薄就不在話 薄到一層紙 你看 它又不是很多燉麵那種 不是的 是吃到米味 那些腸粉夠薄 你吃的時候 就夾起它 然後點點豉油 那時候我在廣州的腸粉店 很怕吃到那種 它所有的湯汁是浸著腸粉的 然後吃到腸粉裡面 全部都是豉油的味 完全吃不到腸粉的味 這裡呢 因為它夠薄 分量夠多 所以相對那些 有部分是不會變成醬油的 醬油的 吃到米味 然後呢 剛巧又有一塊牛肉碎 如果不是今天要去這麼多地方吃東西呢 我想可以再炒多一點 是呀 因為後面還要吃 是呀 哇 好醉 這個 豉油鹹口的 有甜味的 不算只有鹹 但又不會只有甜 兩種味道都很符合 還有最最最最重要一點 就是沒有下菜 正宗這些人不下菜 是吧 最怕下菜 下菜又失附 嗯 出水 話說我坐在這個位置 就是他們落單的地方 那些收銀的哥哥落單的哥哥 會看到你坐哪張桌子 過來寫一張單給你 即場給錢就吃 重點是 我剛才看到 半生熟牛肉蛋牛肉腸 嘩 吃到這麼滑 是呀 我聽到 又跟大家說一下交通路線 在這裡最近的地鐵站 是潘如廣場地鐵站 我們需要步行24分鐘才能做到的 老實說都遠的 不過還好 這裡是屬於潘如老城區 很多樹 就是這樣 即使真的要走這麼長的時間都好 都算是好走的 這叫樹木 反而開車就不太舒服 附近沒有停車位和很窄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老婆吃過的豬紅湯 她真的很喜歡吃豬紅湯 在我強烈要求之下 這個是我的 這一斤是我的 我喜歡他們用九幾葉 應該是正常的豬紅湯 它又不是很硬的 有些是硬的 好像 怎樣說 好像 過了火 這個就是火候製得好 這個就沒有煙韌韌的 雖然在我們廣州 即使是老城區 都是這樣的 荔灣那些 有這些豪車停在門口 你知道那間店鋪 是好吃的 大家看上去覺得 挺好 真的挺好 它每樣東西都是很高的 有幾樣東西都 那個肉 肉也是做得好吃的 它不是只有一尾 腸粉夠薄的 不是的 即使是那些油 都是很香的 是啊 還有份量有夠呢 份量有夠呢 家底做 早知加個蛋 半熟蛋 加蛋加兩元 是啊 加蛋加兩元而已 那些人家底很大 是嗎 即是一加底就加到很大 是啊 整個炒和蛋 對 剛才 基本上 幾乎都是我一人吃光 真的很好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過去大同市場那邊 在這裏開車過去15分鐘左右 出發 Hello 經過20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這個大同村 就趁這個大同區 這裏是屬於 它寫的 我不知道是否 它寫的 它說是屬於藍沙的 又當是 不過這裏 即使是也好 都是藍沙北面 比較接近潘儀 眾所周知 以前 以前藍沙都是屬於潘儀的 我們去買水果 最愛買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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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呀 多少錢一斤 兩元一斤 兩元一斤 六隻八隻 八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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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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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沙的香蕉就漂亮 隨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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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有兩三個人 吃不到太多 真的吃不到太多 不好意思阿姨 先給吧 來一來 我們又買了蕉 話說這樣 這個區 我們曾經來過一次 當時還是疫情期間 沒有甚麼大型活動 區也是可以 因為戶外 因為疫情 當時我的感覺 對於這個區 就是覺得 說真的 真是好一波玩意 但今天熱鬧 全部都是賣水果 不單如此 老婆還見到她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些 幾錢 25元 這隻貓仔 你的貓咪多可愛 下面又有一些不同模式 哇 有隻黑色的 你看看 有隻黑色的 全黑的 好了 通常那些貓咪狗狗 都是得看 沒有條件 一樣 繼續行 賣臘肉的 臘腸的 後邊賣蔬果的 這個區 我記得 是區小過市場 因為市場很大 它是逢五逢十開區的 當時我們考慮到 不知道會否別人沒有去 所以 即使有市場 都過來這裡看看 就是這個原因 雞檔已經收工了 賣到 全部都是雞毛 來襯墟 有個好處就是這樣 前面這裡 是賣雞的 雞 一隻一隻 放在這裡賣 雞還有很多種類 烏雞 我看到鵝 有很多懂得吃的 客人來到這裡 買一隻活雞 附近應該也有一湯 沒有 他們便自己回去湯 但是來到這裡 如果有條件 最好戴上口罩 因為雞毛 是在所難免的 走在中間 有很多水果買 我不記得 是否來這個 還是魚窩頭的區 當時買了西瓜 當時因為疫情 很多人來趁機買東西 我們的車停了很遠 很遠 而且很遠 我好像買了兩個 捧著它 放上車 多辛苦 幸好西瓜好吃 但我們上次買的西瓜 在清宇買的那個 昨晚強行吃完最後一塊 白色的肉 我老婆選西瓜是很差的 但她選蝦蜜瓜是很厲害的 因為外母教她 那些技術 是選到那些黑瓜籠 看見都零了 即是說 你選了我的最美的瓜酒 這些西瓜仔 西瓜仔 四元半一間 這些西瓜大些 四元半 但其實都真的未算便宜 還有很多水果 還有山竹 我看見是十元二十粒 還有藍莓 十元 下坡這些肯定是國產的 前面還有香瓜 上一次我們應該在西朗市場買過的香瓜 就很好吃了 我去清宇買 不是西朗市場 一元一斤那次就好吃了 這個就是甜過初戀 上次我忘了老闆買什麼 都是寫甜過初戀的 這裏有些小的黑瓜仔 這些是小品種的 這裏賣花生 十三元一斤 這裏是蘋果 老婆教了 蘋果就不好 因為它大多數都是會用保鮮劑 它存放的時間比較長 還有涼茶 喝喝涼茶 好像之前在這裏喝過一次 喝喝喝 一走過賣涼茶 四元雞 是兩杯 有茅筋粥姐 有…這個是羅漢果 是羅漢果 這個呢 這個是茅筋粥姐 嘩 正呀 好熱呀 熱呀 你那個 喝涼茶 一定是預熱的 先喝完 賣的東西是多了的 但真的跟上次比起來 好像是沒有共熱 正如剛才我所說 上次大佬是疫情期間 而且是沒什麼行 這裏進去就是大同市場 因為在潘芋來說 你說跟青河市場比 當然是大小 當然是差一點 但我認為 我在潘芋 不是藍沙 說正在潘芋 走過這麼多市場 它都算OK大的 你看 阿叔還玩著雞 準備回家的湯 至於這邊 就賣這個 炎炸的蜂蜜 蟲化蜂蜜 旁邊又賣衣服 和賣老鼠藥 我又見到這個哥哥 我忘記是誰見過他 就是賣他的紫菜 一餅一餅紫菜 放在這裏 回去煲湯好些 再來 這裏其實有很多搶粉檔 例如面前 因為別人在下班 剛才我們買涼茶 經過也有一檔 以前不是虛日 這裏應該是一個停車場 前面寫著明天虛日 禁止停車 說明天是今日 再來 這邊竟然還有煙絲賣 很厲害 看來大家都很喜歡吃海帶和紫菜 又有海帶 又有紫菜 原來紫菜是這樣的 曬乾之後 老闆這些 12元一兩 好了 我們繼續走 當口多 人就不多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現在已經11點了 通常襯去這件事 尤其到夏天 是越早越好的 我們阿滋阿滋 又吃腸粉 又遲了 亦都不出奇 確實 因為見到有些攤販 就已經是收拾酒了 這裏就是市場 我們再走多一會 再進去市場裏面看看 我又見到有榴槤賣 不過這些榴槤 不是很漂亮 看的樣子 它的表面 那些顏色 不像是熟 只是吹熟 我不懂 但總之覺得不漂亮 再來就是大西瓜 等再遲一點 有那些石頭瓜才買 就對了 老婆說要買蕃茄 旁邊的紅蘿蔔也很漂亮 蕃茄還要有定的黏著 很新鮮 3.5元一斤 早幾天 你知道我淘金市場 看到幾千一斤嗎 不說品質 品質是漂亮的 7元 有襯虛 蔬菜就是這樣放在這裏買 你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有辣椒 有荷蘭豆 荷蘭豆是輕盛的 所以賣8元 還有紅蘿蔔 這些你都教了我 漂亮 我們買菜的時候 聽見老闆娘說 在教育女兒 她說壞女兒又去買貓 這隻貓是20多元一隻 始終不同 我們城區養貓的條件是多些的 我們真的沒有可能 喜歡又買一隻 喜歡又買一隻 養很多大家 讓牠們自己和自己玩 那些貓只有一隻很悶 自己 好了 慢慢進入這個區域 我記得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是一個區域 有賣的鹹酸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裏 當時買完鹹酸 還要吃燒鵝 很好吃 一邊吃鹹酸 一邊吃燒鵝 很棒 不過似乎不是這裏 還有 這裏賣針板 $38元 隔壁賣靈芝王 應該是這裏 鹹酸全部放在這裏賣 前面就是 湖南的葉菜 酸鳳爪 這段時間發現 這裏都是以賣蔬菜居多 賣蔬菜大多數 這裏都是農民阿姨自己拿出來 毛豆 阿姨又買 我們買過一次 回去煮水 平時當作口果吃 怎樣都比吃薯片 在這裏見到通菜 我見到通菜 $3元一斤水瓜 又是我們用來做煲湯 或者煮菜 煮麵 這樣吃 阿姨很棒 少得容易為馬修錢 $6.50 三隻 通常都是這樣 其實有時候 我們回到家 平時的話 尤其是晚上 真的不會吃那麼多 吃得清淡一點 那就足夠 吃少許掛麵 吃些蔬菜 那就足夠 有很多菜飯 已經滿了移歸 準備收工 如果我們來得再早些 應該這一行 全部都是菜飯 我又見到有苦瓜 白瓜 是這樣的嗎 香瓜 誰說不用現金 最終是現金 冬瓜 是這樣的 可以吃的嗎 以為是香瓜 冬瓜 好啊 好啊 怎樣賣 是呀 阿姨這個 3元1斤 3元1斤 你以為那些是三水香瓜 要批皮嗎 是呀 連皮一起煮可以嗎 可以 洗乾淨煮 洗乾淨煮 嗯 3元1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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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見過 比如剛才我們見到冬瓜 又有這些鹹魚仔 鹹魚肝 蝦米 這邊 日南油是做腸粉 不如是吃腸粉的機會 多於在我們廣州老城區 是真的 而且都是我認為好吃過的 廣州就方便一點 連鎖式 快手一點上來 煮得 接下來我們走進來市場 這裡看看 還有三文魚頭吃 其實買些都可以 三文魚頭回來 煮好吃的 十元兩盒 那些 那些 有些 料理店 那些 那些邊角料 那些 骨啊 那些 對眼好 再來就是水產 除了青河市場以外 我認為 在潘漁 這裏附近 這個市場 那些水產 真的夠多 而且 市場的好處 就是 起碼沒有這麼熱 慢慢一百杯 一百杯煮冬瓜 好吃 少少 還有 現在開始 看到有 小龍蝦 我們就不太喜歡吃 外省人很喜歡 吃小龍蝦 他們會選擇 我們不會選擇 一定要乾淨 表情面前 這些 回去洗乾淨 應該OK 至於我們就喜歡 吃生蠔 還有這些 還有 哇 這個厲害 這個 胡味濃湿 市場室內 這裏 都是有不少蔬菜賣的 和外邊那些 應該是這些 都會貴些 但種類 都是大同小的 白瓜 絲瓜 粟米 還有些 紫薑 番茄 各種都有 然後可能我們會去看看斬料 這個位置 看上去好像多熱鬧 過去看看 就是這裏 它的名字叫 大同燒鬧 很多人圍著 看看什麼價錢 朱爾朵35 還有什麼 看不到它的字太小了 在這裏斬 看來這檔熱鬧 這檔就 那些叉燒 掛在這裏 對不對 還有一些老街坊 在這裏買 這裏的字 看清晰些 雞 30 鴨 28 豬肚 60 這邊就大同燒 立體上好像這裏好些 但沒有搭配 燒鵝45元一斤 嗯 好了 基本上 我們就買了很多蔬菜 其他都不適合買 其一 其一 始終我們來得太遲 很多老闆都收了舖 現在接下來 現在是11點15分 我們開車去食中午飯 那隻小狗 那隻小狗 那隻小狗挺有趣 在這裏慢吵 還有 很聽它的主人說 主人叫它坐下 然後就坐下 好 好 我們進來吃飯 這裏了 原先我們是想在隔壁有一個 四大排檔的 沒有開門 只能來這個 什麼 拍我自己說話 所以 剛好開車經過 就是來這個 位於潘嶼石基前鋒村的 西前大院 欣賞我們的午餐 這裏的用餐環境 真的蠻好 大家看看 甚至乎在外邊 還有戶外部分 跟大家去看看 就是這裏 你說現在天氣這麼熱 當然是不必 傻的嗎 但是如果有些客人 喜歡吃煙仔 又不想影響 其實這裏也挺好的 老實說 你看著這麼大的 荷花池 打理得很齊 在這裏 就是剛才我們坐的餐廳 這邊一看出來 就是荷花池 如果客人比較多 你還可以包一間房間 不錯大廳 更舒服 不過這些就不是我們平時白癡 喜歡去的餐廳 就真是誤打誤撞出來 好了 又來到眼花撩戀 獨餐牌時間 有這麼美的環境 你說那些菜賣28元 那是騙你的 不可能的 比如說 薑油紅樹林 海鴨 很厲害 另外我們要了一個燒鵝 我們只有兩個人 只叫一泥酒 58元 還有一個好處是 即點即燒 但是需要等30分鐘 這30分鐘我們是願意等 尤其是坐在這麼舒服的環境之下 如果你說大排檔 你要我等30分鐘 可能真的未必 尤其現在夏天 冷氣舒服到甚麼 等下 沒甚麼所謂 還有黑松露淮山爆仙蝦人 厲害嗎 山葉紅燜牛味 這些都不算很特殊 蔥香爆仙蝦片 這些要控制火 很厲害的 這些都不夠貴 黑松露果圓雞 只有一些名字 都知道值168元 它還有一隻 不是一例 牛仔骨 雪花肥牛各種都有 酸湯肥牛 68元 薑蔥鮮雪花 牛肉 98元 這些好吃 還有這個厲害 這個你有沒有看 茄子 沒甚麼東西 其實很難做 我自己知道 48元一例 這裏環境真的坐得挺舒服 而且菜式 如果你說要願請客人 就真的不錯了 但是夠蒸 即每一度看上去 都是令你又吃肉 就不是很多 簡單來說 但是如果你說現請客人 有些年輕一點 你叫一個庭盤 刺身又可以 甚至乎有五、六位客人 可以叫一個金湯五谷粗糧藍尾 這個心是海心 48元一位 甚至乎金湯關東心 也只有128元一條 至於蔬菜 我們要這個 鮮池實南瓜香虎煲 48元一份 甚至乎上邊有咖哩蝦 咖哩蝦 我慢慢說 炒飯 你可以選一個澳洲牛肉炒飯 很厲害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們的餐牌不是太大 但每一道菜 都看得出他們很特別 很有心思 我們等上菜 等燒鵝 值得等 又不是等了很久 等了8分鐘 做服務業 你當然要不要說得那麼盡 客人願意等半個小時 你變成10分鐘上來 客人非常滿意 你說10分鐘 12分鐘上來 客人就不滿意 很正常 嘗嘗燒鵝 看上去賣相有多好 剛好新鮮燒出來 新鮮果然不同 剛才我吃了一塊 鵝肉是近這個位置 它的皮是很脆很脆的 試吃什麼呢 外國人最喜歡吃片皮鴨 就是那種咬下去 油脂化開的感覺 但又脆 一點都不嫩 而且它們也很有心思 燒鵝 你放得太久 尤其失落環境 它會瓶 鵝汁鵝油 下面有一個單肉 嘗嘗這件 這件不算太肥 少量肥高 天冷一定有蠟燭 還有如果有半部外 其實都可以不用搞這麼多花筍 但這個有冷氣 放在這裡 還有 剛才我忘記有沒有跟大家說 價格 58元一來 這個笑容 大家看看值不值得 已經給我們一人吃了四五個 我就覺得可以 市場買都要45元 我剛才看到 我剛才看到45元一斤 有些用50多60元 這裡收58元 拿上來給你吃 洗碗 第二道送上來的 就是這個 鮮池實南瓜香烤煲 48元一份 健康 我覺得今天這個配搭非常好 燒鵝 你說健康是假的 吃得多都是不健康 是燒的 配搭一個健康的南瓜池實香烤 一聽這些名字 你已經知道很健康的菜式 非常之好 摘下來繼續燒鵝 當然是 這塊好吃 你看 又不會太肥 它的汁又滴一下滴一下 上面的皮 又夠脆 這次就點少許酸梅汁 這些配白飯就 不能輸 對嗎 對 剛才我吃的那塊燒鵝 真的用汁來形容 一點都不邪惡 點了少許酸梅汁 有鹹香味 那些五香粉 又不是只有死鹹後 沒有了燒鵝味 但是老實說 空口吃是有少許負擔 配白飯最好 你們的燒鵝是喜歡鹹香一些 還是鵝肉的香味多一些 哪一塊 這塊 這塊 這塊就沒有那麼肥的肉 是嗎 大家看看 皮下脂肪的肉 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我又不點汁了 燒鵝分為兩種汁 一個就是燒鵝原先的汁 第二個就是酸梅汁 醬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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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汁味道更豐富 更多層 因為始終燒鵝會有少許漏 在所難免 醬汁就有油膩 真的不打不撞出來 一個飯店 其實剛才我們走 趁機都頗辛苦 因為始終現在天氣熱 嗯 天氣熱的話 有間這麼美 是啊 不要理會它 原先我們以為是很貴的 即是八十八元一個 一例燒鵝 六十八的那個叫少些 看來又不會 在這個時候 海苔肉鬆包 也送來了 海苔就是紫菜 鋪在面上的肉鬆 外面也有肉鬆 內外也有肉鬆 不過這個待會留完才吃 我就試一下這個 嗯 嗯 很棒 很好吃 你看那些醬汁 很香 可以嗎 二米 南瓜 哇 夠健康 很有奶香味 椰汁 椰香味 椰香味 沒錯 又有二米 又有南瓜 還有我還吃到一點點芹菜 又有芋頭 嗯 很難吃 這麼多東西 還有調味也不錯 輕輕微微 一點點甜味 飯不多 哇 拌飯很好 如果不是有燒鵝的話 也不用要飯 這個已經可以做為煮食 但是燒鵝不吃飯 好像不可以 來這裡最近的地鐵站 就叫石基站 沒錯 這裡就是位於石基 但是當然 你在這裡要走路去地鐵站 就大可不必 46分鐘 真是當減肥嗎 我建議打一部車 如果打車的話 比如說這個APP 出來一邊燒一邊燒 4至8元 我不要說4至8元 就算你7元、8元、10元 都可以接受到 另外 如果你打算坐巴士 我覺得都是沒有必要 最方便的辦法就是 你坐地鐵 7號線來的石基站 打車過來 這裡叫做西田大縣 大概總用時是10分鐘左右 最佳的辦法當然是開車 因為這裡始終都是 搬於那些工業區裏面 什麼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停車就很容易 加之他們的餐廳這裡 也是有很大的 很多的停車位 我慢慢吃 吃飽之後 再試一下麵包 最後就吃了麵包 麵包下手吃 不要這麼懶惰做 28元半搭 28元可不可以 多特別 它的造型 外面是肉鬆和紫菜碎 裡面又是肉鬆 是嗎 撕起來 挺硬的 它不是那種低筋麵粉 是否叫低筋麵粉 那些麵粉是挺好的 正常的 裡面是肉鬆 好像薑蔥 那些麵粉 是否要嘗嘗 甜的 肉鬆包 如果它外面不包 就是一個很平平無奇的肉鬆包 但是如果外面有這些 肉鬆和紫菜 整件事又不同了 它外面是有一點脆口的 中間雖然是甜 但不算甜到膩的 有些是真的會甜到很膩 很膩 這個就不會的 還有淡淡一點 有一點點紫菜的味道 這些是哄細度最好 其實餐廳 這裡的食物是挺特別的 每一道都是看似平凡 但又很特別的 剛才我們駕駛一經過 也是打算離開 看見那間好像挺好 過馬路出外邊 還有一間大排檔 我只是打算 走了沒有200米 看看看到這間 所以進來 剛才馬上說 這個環境好 我都未來這裡看過 又有個涼亭 這裏還有一個水車 在這裡轉轉轉 看見很棒 再來這個位置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房間貴賓房 你坐在這裡 可以欣賞風景 好 接下來下一個環節 我們繼續去找好食物 就不吃大餐了 我們去吃甜品 經過十多分鐘 我們又回到市橋 水道這裡 我們現在計劃去大南路 陳茶館那裏吃甜品 他們是點半鐘開門 就有四分鐘開門 現在吃甜品可以嗎 過去再說 前面這裏叫海旁路 我們要吃東西的地方 就在這裏前面 是在騎樓底 這裏就叫大南路 還有很多東西 還叫公銷社 我們要吃東西的地方 就在前面 我們現在行這個叫大南路 跟越秀區的大南路 是有所不同的 這裏跟我們剛才經過 又或者早上去吃腸粉 同屬都是潘嶼的舊區 那邊就近潘嶼廣場 這邊就近市橋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教堂 在這裏有很多騎樓街 不單如此 還有潘嶼市 以前還叫市 現在叫潘嶼區 基督教禮拜堂 就在這裏 即使今天是星期日 也好 或者是星期日 都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不向外人開放 當然亦有可能 他們幾宜適色已經完成了 因為現在已經半小時了 很不起眼 你便可以找到一個教堂 那些窗花多漂亮 習慣了嗎 習慣了嗎 你看看 真厲害 真厲害 疫情那時已經是這樣的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我 疫情之後 無奈我來過一次 當時已經打電話來預約 現在更離譜 好 尤其現在夏天 那我看你怎樣吃 排吧 哈哈哈哈 是啊 它這棟樓很特別 是騎樓很划算的 是啊 還未夠時間開檔 我不是 開始了 有人在吃 坐著 我們決定開始排隊 這麼難得來到 對吧 上一次這樣排隊 應該是驗核酸的 是吧 我們看到那麼多人 應該買了之後 不會在這裏吃 或者買了一個公園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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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大約十分鐘 還有幾個客人到我們 每個人限量三本 是不會等很久 曼公出世貨 然後呢 我們打算要這三款 雪耳百合莲子 好像是冷的 芝麻糊肯定會熱的 還有綠豆沙 我要芝麻糊了 他們的餐位 確實不太多了 如果想著星期日 下午過來 找桌子坐下來慢慢享受 就真的不好 很好 是很好 雜貨店 那些應該是裝修 還有一個老照片牆的後面 還有一個老照片牆的後面 我都不記得幾錢 哪一款幾錢 總共我給了三十元 五號只是打包的錢 三十元就是糖水的錢 好 我們來了公園仔 這裡享用這個美味的甜蜜糖水 這裡還涼爽 剛才那裡就熱鬧些 太多人 還有 你坐在後面吃 等著你的位置 對 我慢慢享受 這樣就不太好 這裡就真的可以慢慢享受 尤其這幾味甜品 這個是冷的 熱的食物吃得急油不好 慢慢吃 人家又好像妨礙別人 不要這樣 塵茶館 三個字 我要芝麻糊留給女兒 我要綠豆沙 加點青葉 然後這個又是他們必加的花生 是一種炸了花生碎 我們當然是一人一包 三包 至於芝麻糊 我們就打算拿回去給女士 我就加一點 就是這樣 平平無期一碗綠豆沙 這個我十二 這個我十二 我這個應該是八元 如果我沒記錯 幾面 嗯 那些綠豆沙煲得脫了殼 嗯 哇 那些臭草味很濃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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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沙的 不會太甜 還有陳皮味都吃得到 我猜它應該是那些殼 那些綠豆殼應該拋了 我猜的 當你吃完一天 這麼大飲大食 暴飲暴食之後 吃碗綠豆沙 跟著再加一點 少許 少許就好了 嗯 很香 是啊 在你的喉嚨 所以沒有花生糊 還未夠中心 嗯 如果有花生糊 就叫花生糊 不過他們做生意 就真是 嗯 不要個人高竇 是挺有性格的 星期六不開工 下午1點半開始賣 賣完就收工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每人限三碗 賣完芝麻糊才賣杏仁糊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記得這麼多 嗯 還有臭草 這個 要不要嘗嘗綠豆沙 好 讓我老婆嘗嘗綠豆沙 她更驚嘆 還有最初我以為會很熱很熱 熱到吃不到要等的 又不會 嗯 你嘗嘗 你絕對大開眼界吃到 至於我嘗嘗這個 雪爾百合蓮子 嘗嘗 它這個呢 是冷的 全部是綠豆 夠了 是吧 不是綠豆沙 是綠豆糊 是沙 它還要是 隔過 嗯 隔過 那些 那些殼隔走了 你看 這幾大粒 鹽子 基杰 嗯 綠豆沙最配合就是臭草 嗯 連海帶都不是 我覺得一定是臭草 看來老婆最滿意就是綠豆沙 是吧 有觀眾又說 你拿一個攪拌機攪水就行了 不是 攪拌機攪完就見不到那些 就變成好像芝麻糊 對 就變成好像芝麻糊 不是 這些真的要慢慢用火煮出來 或者煮之前可以浸一浸 我猜 加過了 加過了 嗯 它也挺香的 至於是花生 對 花生也挺香 很香 還有 花生糊也不差 我來過一次 當時我真的看著老闆 那時候疫情也挺重要 那時候 在磨 磨 我不知道他磨什麼 總之他拿著磨磨 然後聊天 和自己的親戚幾個 他不是一個人 在一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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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口茶 很搞笑的 這個芝麻糊 就是個女兒 我們打開來看看 說那些氣孔 挺綿密 好像龜鈴膏 像龜鈴膏 但是我們不敢攪拌它 也不敢吃它 留給自己慢慢享受 好了 潘如美食一日之旅 吃足一天 其實還有很多好東西吃 晚餐不用回去 飽了 要定各位觀眾 下集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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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